你不想要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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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认出你了 凯门二 我知道你在里面 苏写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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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知道你在里面 厉总 干吗呢 怎么才开门 我在听音乐 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呢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 你都能知道我住哪儿 我就不能知道我的助理住哪 可我现在也不是你的助理 你 那你也是我的员工 第一次来你家 你还不打算请我喝杯咖啡吗 我们家没有咖啡 茶水饮料也行 毕先生 你到底来我家干什么 好 那 我说过要还你衣服的 苏小姐 你这家装饰的还挺别致的呀 这里是我卧室 这里也是 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客厅说 好呀 快摘块了你 别碰死 很贵的 很贵的 好 我扑扑 你还戴假发呀 女生爱美怎么啦 戴假发就跟戴假睫毛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她和你的脸型不般配哦 这件衣服怎么那么远手 你去欧曼酒店播放时 播放林秘书视频的时候 不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吗 怎么 还留作纪念啊 您说完了吗 李先生 已经很晚了 我要休息了 好 其实 我今天来你家 主要就是 向你道歉的 我不该这样怀疑你 其实 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认出你了